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警方强调 嫌疑人向受害者们开始讲述的故事是围绕着中东的习俗展开 嫌疑人为受害者就带上一些珠宝来庆祝生日或者是说庆祝中东的一些节庆的日子 当受害人被假珠宝分散了注意力的时候 嫌疑人就趁机偷走受害人佩戴的珍珠宝 其中就包括了昂贵的戒指手表首饰等等 警方就表示根据受害者的描述 嫌疑人的身材是粗壮的一男一女 男子40多岁 女子30多岁 其中女子身高5英尺 2英寸左右 嘴里香着金牙 这对男女都疑似有中东血统 那嫌疑人乘坐着不同的车辆出现 有时候是一辆黑色的SUV 有时候是一辆灰色或者金色的轿车 克莱尔蒙特市警察局呼吁民众保持警惕 如果发现任何可疑活动或者是发现了嫌疑人的踪迹 请立刻向警局报案 其实在去年相同的盗窃手法也曾经多次的 在洛杉矶东区的华人城市出现过 包括罗兰港工业市奇诺港等等 那受害者通常都是亚裔的长者 洛杉矶华人资讯网也已经报道过多次类似的案件 疑似是同一个团伙所为 请您提高警惕 相同手法甚至也出现过一周两次得逞的时候 曾经有过一个亚裔的七旬的老夫人 就在自己的家门口取信的时候 手势都被他们抢了 损失超过了1万美元